第八百四十二集 短得一正 威风吹来 他浑身发凉 看清状况后 他嗷呜一声 死心裂肺大叫起来 被扒了个精光 让他眼前发黑一个猎气 差点一头杵在地上 而后他发出了 如狼嚎一样的声音 惨叫不已 有些不相信这个事实 此时他除了一个裤衩子外 浑身上下什么都没有剩下 连闪电靴都被野蛮人给抓走 穿在了自己的脚上 短得气急败坏 呃 无良天尊 你大爷个蛋 在原地转了八个圈 然后又跳了九下 差点吐出一口血来 他彻底抓狂了 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招成了白板身的 满身法宝 诸多王者神兵 全都不见了 连裤子都没给他剩下 书里外的原始山脉中 叶凡站在一座山峰上眺望 见到这个场面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 野蛮人也酣笑个不停 自语道 活该 谁叫你没事 敬打俺的主意 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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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 连裤子 鞋长 霸掌 都给道爷顺走了 你大爷的 还有你们不想顺的东西吗 我 我跟你们没完 短得跳脚 额头青筋 跳动 诅咒连连 叶凡问东方野 你连袜子也给扒走了 野蛮人挠了挠头 哦 那是天蚕丝编织的 水火不侵 连鞋带袜子一块换上了 叶凡是一阵无语 他拱摸着 当时如果不是雨爹也在场的话 段德连裤头都剩不下了 因为那也是天蚕丝编织的 段德是 啊啊啊的大叫个不停 跟杀鸡宰鸭子一样 他真的快疯了 一身宝贝一件都没有剩下 他恨不得一头撞在地上 野蛮人指向前方 哎呦冒烟了 真的冒烟了 果然呢 段德的鼻子 耳朵嘴巴 等一起向外喷白烟 扑扑的 确切的说 那是先天惊奇 也可理解为是一股火气 他气到不行 蹊跷生烟 哎呦 燃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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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蛮人盯着前方 段德浑身精气澎湃 这是气的 神力溢出 整个人像是燃烧了起来 满头发丝倒鼠 跟个人形火炬一样 咚咚的 他以头撞 石壁悔恨到不行 到了现在 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他那一身宝贝 多少个圣主的收藏 加一块也比不上 就这么全丢了 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咬人 诸多神物 都是从古灵中挖出来的 到现在 被人一下子都给卷走了 真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段德惨叫连连 他实在受不了 跳了起来 冲向一座山巒 开始绕圈跑 不发现一下心中的怒火 他怕自己真的疯了 野蛮人很不厚道 一圈 两圈 三圈 在那里帮段德数圈 很有耐心 啊 都有我跟你们 不共待聚 段德一口气绕山 跑了一百二十七圈 而后一头杵在地上 跪在那里 撞个不停 叶凡坐在山峰上 拖着下巴 黑黑黑的笑个不停 头一次见到段胖子 这样吃饼 每次都是他算计别人 今日却如此的气急败坏 而后段德又开始狂奔 顺着双耳 还有鼻子向外喷白烟 这一次他一口气 跑了数百圈 都没有停下来 野蛮人耐心的数着 三百五十七 三百七十二 最终 段德足足跑了四百圈 才一屁股坐在地上 神情说不出的沮丧 跟吃那个死苍蝇一样 一脸的菜色 他愤愤的叨咕个不停 道爷我终日 打咽 却被咽灼了眼睛 这破洞府 就一株残缺不全的 不死妙术而已 其他什么也没有 骂骂的 竟也是个假洞府 结果却让道爷 陪陪进去 这么多宝贝 我恨哪 段德来到洞府前 一巴掌拍出 轰隆一声将整片石牙 都给拍碎了 你打一个蛋的 背后打我一闷滚 前边盖我一黑砖头 他打一打 这不是道爷我最喜欢干的事吗 段德咬牙 他连人影都没见着 就昏厥过去了 实在丢人 段德垂地啊 武刀那只碗 内韵骨精 上课地碗为骨精第一生物 就这么丢了啊 道爷我不敢 我要逆天 碗内韵乾坤 别咬天地 玛丽玛丽哄 他神神叨叨磨几个不停 说出了很多隐秘 骨精明度节 堵天地造化灌骨精 他说的悬而又悬海西人 那只碗里边 真有骨精不成啊 他怎么越说声音越低了 快听不到了 东方野心动向前挪了挪 不好 快走 这死胖子在做戏 恐怕他已经发现案中 有人窥死了 叶凡变色 他拽起了东方野 快速冲向山脉深处 想要悄无声息地退走 可是段德却如一缕 清烟一样 啾的一声追了下来 野蛮人吃惊 咦 这死胖子的灵爵 真的太敏锐了 走 叶凡拉住了他 而后运转形自觉 刹那化成一道闪电 耍得一声消失在天际 段德出师还在咬牙切齿 可是紧接着彻底傻眼 敌手连背影都没有给他留下 就这样将他甩开几道山岭 踪迹渺然 最终 叶凡他们回到那个洞府 对着破碗还有聚宝盆发呆 研究了半天也无法打开 很是没辙 远山 段德盘坐在一记台上 一血微隐 口中念念有词 满天乌云压落 可怕无比 一道道血丝流动 千云压落到了地面 一座浩大的古镇启动 肆虐十方 如一头太古王在复苏 电闪雷鸣 血色闪电交织 在漆黑的天地下 如有一条条远古战魂 觉醒归来 发出汪洋一样的恐怖波动 咚的一声 远方 叶凡他们所在的古洞中矩阵 破碗如有生命一样 吞吐天地 惊奇 几乎一瞬间就抽干了 整片山脉的灵气 不好 这是远古圣人的兵器吗 要复活了 甚至可能是大地圣兵 他们快速倒退 破碗内仿佛有一片宇宙星空 将日月山河都吞纳进去 而后化成了一口黑洞 吞噬万物 他当先将聚宝盆给吞没了 而后剧烈震动 发出的威压让人难以承受 像是一个盖世摸主跨界而来 哄的一声 破碗抖动 一瞬间将整座大山给震塌了大半 而后冲天而去 快速的飞向远空 他飞走了 叶凡他们冲天而起 外界避空如洗 可是在天际尽头 却以乌云密布 血色闪电 披舞如同开启了一片魔土 他们飞行过去 只见段德披头散发 站在一座血迹台上 念念有词 满天乌云都压在他头顶上方 此的异象 自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不少人出现 向破碗抓去 可是段德一声大吼 破碗化成深渊 当场将十几人吞噬 只流下了一片血雾 这个家伙果然可怕 叶凡他们悄然退走 没有过去凑热闹 破碗被段德收了回去 肯定是夺不回来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血迹台上方的乌云才散尽 段德脸色发白 收好破碗与聚宝盆 呲牙咧嘴的飞走了 别让道爷我知道 你们是谁 他心中憋闷 敲闷棍 打黑砖的人 肯定相识 不然不可能留下他的性命 一片花香鸟语的净土中 灵犬孤孤 果香扑鼻 叶凡他们吃了一些灵果 而后道别 有决定但能推测 这片世界的蛮骨兽王 要联手了 可能会驱使数十万亿兽 攻击人类修士 你还是早点退出去吧 遇过风波之后再来 叶凡点了点头 这则消息对他很重要 先赴世界将要迎来一场大风暴 诸多人类修士的到来 打破了此地的宁静 引发了一种受亡的不满 雨蝶公主离开了仙府世界 野蛮人也找地儿闭关去了 激烈内展天摇灯 怕断德用秘法给召唤回去 叶凡找个无人的荒山 开始实验不死妙术的威能 心中很期待 这条智之不过半尺多长 生有七片玉叶 流光溢彩 精盈欲滴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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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